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酒吧新闻台 二十一桌连 九一八号 九八点一频道 然后你也可以订阅APP 也可以订YouTube 然后或者我们还有其他的管道 直接在我们的里面订阅都可以 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生活上有非常多的管道跟便利 哪一种对你最适合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生活的情况 那我有时候看很多新闻 你要很纵观的来看 因为量太大了 所以台湾的媒体 他们被民进党缩编以后他们查一个方式 他们提供你 他们要给你看的新闻 所以很多新闻你看不到 譬如讲我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 今天有媒体报导说我们明年第三季我们的疫苗可能可以供应了 那有一些人可以先用 譬如说医疗人员 应付或什么可以先用 第三季是表示什么叫第三季 表示7月到9月叫第三季嘛 那我们如果你看三个月 四个月前的新闻 你会发现我们的疫苗不是年底就可以出来吗 不是就可以打了吗 怎么现在要偷那么久 因为你们相信中央疫情中心你们就完蛋了 因为他们每天国家队都在骗你一堆 一堆自信都很完美 台湾No.1嘛 就这样 我们真的在防疫里面有三种东西是很重要的 疫苗是很重要的 疫苗就是对多数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你们没有染病 我先跟你打疫苗 疫苗以后就防止 万一你在外面接触到你不会被感染 因为你已经有疫苗了 就是你身上有金钟罩了 所以疫苗的功用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呢 就叫做他的药物 你要是感染了怎么办 我们过去讲瑞德西韦 我们国家队都了不起 蔡英文都去 中研研去哪里 我们国家队都了不起 我告诉你假的 假的是没有他们讲那么乐观 还有一个东西叫试剂 试剂就是 用最快的方式检验看你有没有被感染到 对不对 你在机场 或者你要出关了 比如说你被隔离十四天 要出关了 这个叫二采阴 三采阴 你才可以怎么样 才可以出来自由行动 所以它其实是三种药物 各位我讲三种药物 你现在概念就清楚了 疫苗当然是最重要 百分之九十九的 没有感染的人我们都打 小孩子 我们小孩子 比如说打三麻衣蜂 那你很多东西打了以后 你就不会 那女生呢 女生可能就子宫颈癌的疫苗 对不对 子宫颈疫苗 国中女生打 这是一个社会的福利 很需要 那我们可以看到 疫苗 现在政府告诉我们是这样 我告诉你 现在全世界有八种疫苗 全世界有八种疫苗 进入第三期的人体实验 我们现在第一期 有八种进入人体实验 因为媒体不会告诉你 里面有四种是中国大陆的 蛤 他有这么进步吗 因为中国大陆 在台湾是不能有报道好的新闻 他的口罩就是最烂的 我告诉你 全世界都在用他的口罩 对不对 全世界 然后台湾就 中国大陆口罩怎么可以混冲我们 我们台湾是最好的 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那是政府的宣传 台湾口罩是最好的 大陆口罩是最烂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我不讲中国大陆好 待会我告诉你 因为你看到的新闻是偏颇的 如果中国大陆那么烂 美国为什么会去抢 日本为什么要用它 美国跟日本 医疗水准不会比我们低吧 各位朋友 你如果每天去听 后期看中央疫情中心 那就算了啦 昨天 政府公告 晚上11点公告 公告什么 公告 我们来客多巴胺不能用在台湾的猪 然后 猪油必须怎么 整罐的猪油必须要标示 混用的猪油没办法标示 你知道我们很多食品要用猪油才好吃 你要猪油下去拌才好吃 你知道吗 那 你用其他的油拌就不好吃 就简单讲 可是 为什么是晚上11点 今天有记者就质疑陈时中 为什么你们都11点 陈时中 因为我们的行政程序 怎么样就讲了一大堆 我告诉你 因为陈时中 陈时中 因为蔡英文28已经宣布了 美国驻要进来 那当天 我们农委会马上公告了 两三个钟头马上公告了 又蔡英文是两点开记者会 两三个钟头马上公告了 就说 就是 台湾的猪也可以用来客多巴胺 被小总发现的公文 那个公告 所以我就在节目上破口大骂 记不记得 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弄到连台湾的猪都可以吃 太可恶了 这个简单是全部开放 各位 大家看我上个礼拜一在那边火气很大 一直骂 骂了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去骂这些事情 莫名其妙嘛 这什么政府 那大家知道嘛 那一天是8月28 我骂那天就8月31 因为隔了一个礼拜一 他是礼拜五下午2点公布 因为政府很坏 我礼拜五下午跟你公布 就好像很多法院 他的判决就是 离拜五下午 因为你要找他算账 找不到人了 因为他第二天第三天都休假了 你知道吗 他们就这样 所以等第四天 下个礼拜以后 你可能气就缓了 就变这样 他们中大决定都是这样 那蔡英文那天公布以后 我31号我就开骂 一直骂 你怎么可以开网 好 那骂一骂 就很多人就转载啊 就有反应啊 说小董 怎么骂得那么难听 当然难听啊 对不对 你逼我吃美国猪肉 我可以不吃啊 你现在让台湾的 台湾猪也吃了 来个多巴胺 那我就变成没有猪肉吃啊 有朋友问我说 没猪肉吃怎么办 我开玩笑说 我要改 我要改姓回家 但是喔 我老实讲喔 我是很生气的 因为国人使用猪肉的 太高了 我们一年至少 大家大概都吃40公斤 平均喔 台湾平均40公斤左右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量非常大 你几乎每天都会碰到 你说你吃荤或吃素 除非你吃素 那你吃荤 你几乎就会吃到猪肉啦 猪肉相关的产品 你当然不会说 我一天吃一两公斤都不会 你都会吃到几两 要不然你吃到猪油相关的东西 好 那我讲这个是很简单的 那天骂一骂 陈思忠喔 隔了两天 趕快出来讲 我们会修正 记不记得 然后他讲呢 后来媒体又继续追问 陈思忠说我们9月7号 我们一定会修正 他找 相关的官员陪他一起开记者 那为什么昨天是11点 因为昨天就9月7号 你总不能11点59分公布吧 他们公布是什么 就赶快上网 上网表示我们公布 上面有时间点 各位你看政府就在干这种事情 这是要搞那么久吗 我老实讲喔 我有时候大家都在称赞中央疫情中心 我承认很多人很辛苦 但很多人也在打混啦 因为久了就会疲惫 太久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武漢封城是几号吗 123 1月23号 1月24是除夕 1月25 就大连除一 那现在呢 现在9月8号啊 我们已经搞了八个多月了 很多人很疲惫 老百姓很疲惫 官员也很疲惫 但你疲惫不能松懈啊 官员该做那些是他的事情 那老百姓呢 老百姓当然我们前一阵子有个大喷发 就是暑假嘛 那好像疫情也不错 也没有什么大感染 所以很多地方 澎湖啦 金门啦 一些景点 都是人啊 那人多 你就没有安全记忆 就没有戴口罩 这是事实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好像 好像好像 好像 好像戴口罩人比较少一点了 最近又有几个在排队的 因为最近 政府有在宣导嘛 但是实际上 比一月二月三月 那时候每个人 到每个地方戴口罩 那不可同意而已啊 你知道 小董是常回金门啊 我那几个月回金门喔 回机室空空的 你在回机室的密闭 大家就干脆不回家了 啊理由当然就没有了 那我现在去做满满满啊 当然大家还是戴口罩 可是满满满的 那那个时候飞机是怎么做的 我一个人坐一排耶 就每个人就自己坐一排 你不要有左邻右舍 不要去感染给别人 那警截性是很高的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就松懈了 松懈就怎么样 中国大陆的口罩 就混用台湾的口罩 那实际上来讲 其实我很早就讲了 中国大陆未必比你差啊 尤其被发现这个 他其实不比你差啊 但你混用 你标示就是假的 这个本来就应该谴责啊 本来就应该谴责 可是这个业者啊 叫林明进啊 他说我的品质比你好耶 你政府规定95% 我是99%耶 就有媒体跟陈思忠讲说 人家他讲 他进口那一批大陆 大陆当然也有不好的 可是他进口这批是好的 陈思忠说 他标示不清就不要 因为 业者是挑战说 要不然我们来发验 看谁比较好 陈思忠不敢了 陈思忠说 你标示不清 你不要再讲一些五四三了 记不记得 那陈思忠这个话是表示什么 陈思忠也知道 大陆来的 工业级的 他的防护能力是比你强 他也知道啊 所以这个一来就穿帮啊 那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其实很清楚 口罩并不是什么 什么高科技到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所以我们随随便便一家 像加利这样的公司 他一天可以产多少口罩 19万个 一天就可以产19万个 口罩有什么高科技 没有啊 就 你只要有那些熔岩布 那 对不对 那些松井带 那 有你 有你这些材料的话 你下去做其实不难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政府 政府 抖抖抖藏藏藏 然后他很多东西不敢讲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陈思忠 在这一波里面 他的身世 已经慢慢被老百姓看穿了 原来你没那么神嘛 没那么神最近发生事情是什么 地方自己要定 我们现在已经有十个地方定了 十个 在政府还没有公布美租可以进来 之前他已经定了 那这些县市 我前几天在节目上讲了 大家看 主要其实还民进党过去执政的县市 民进党在执政时候就定了 当然台中 台中是那时候林家隆时代就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零减出 这个交易已经被民进党 民进党交易成功了 你知道吗 民进党告诉我们 他要零减出 那现在各地方政府都要求零减出 台北市要零减出 陈思忠很气啊 你们怎么可以跟我地方不一样 我就不要零减出啊 我就要隆喜10B B B啊 对不对 我就要隆喜啊 我就要隆喜他有这个 那 各地方不要 陈思忠很气他骂什么 你总不能你带着一个便当 不能去 这个城市买一个排骨便当 不能去其他一个县市 不会这样啊 陈思忠这是夸大了 老百姓带一个便当 哪有哪有任何一个官员 可以把你拦下来检查 你这便当够 对不对 你这便当上面含有怎么来个 来个多巴胺的含量多少 不可能嘛 他在讲一种不可能的情状 但是今天 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关心 因为我们国际一直被交易啊 而且民进党一直跟你交易啊 民进党反对的时候 然后他的铺天盖地告诉我们 他就是要零减出啊 就是零减出 就可以了 各位朋友 零减出是什么概念 零减出啊 什么通通不能检验出来 叫做零减出嘛 对不对 现在民进党政府骗你啊 包括黄伟德今天都出来讲 哎呀 他们美国猪肉口感不好 因为他冷冻嘛 冷冻出来喔 就要解冻 解冻就会渗水 我们就不喜欢吃 我们喜欢吃温体猪啊 那骗你的 骗你的 为什么骗你 过去美国鸡肉进来 他们也是这样讲啊 你现在外面吃的鸡排 我告诉你 多数都是美国的 多数 台湾 台湾 台湾现在鸡肉 占整个市场变多少 你知道吗 四成啊 美国因为他那 他那 那个机场跟我 我们台湾最大的机场 还不到他的十分之一啊 因为他那时候大量用机器 美国是这样养鸡 是这样养猪的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所有东西都是机器啊 所以他可以非常大量的在饲养 我们没办法你知道吗 你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他便宜啊 他所有东西 用机器下去他非常便宜 因为他没有人工 我们跪在人工嘛 你请三个工人 他都不用请 对不对 你付人工的薪水最高啊 所以美国是这样的 一只活了猪 从这里赶进去 出来那边就是香肠 你常听的这个笑话就是这样 可是事实啊 他一只猪进去 所有东西都是机器 他先把你垫分 把你除毛 把你内脏 扫到另外一边 然后猪肉就开始被缺 就这样 他所有东西都是分工的 而且都是自动化 所以你没办法跟他竞争就这样 那你现在外面吃的鸡肉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台湾已经只占四层了 你吃不出来啊 肉类的东西很大的一部分 像我们在外面吃的东西 很大一部分他是靠什么 靠酱料 酱料进去的话 你完全吃不出来 你知道董事基金会 董事基金会跟我关系很好 不只因为姓董 因为他历任的那个 跟我很要好 那我董事基金会 他们曾经啊 在美国肌肉进来 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反对 政府说啊没关系 美国肌肉口感很差 那个谁要吃啊 董事基金会 帮过一场活动 你知道他找很多人来 把美国肌肉跟台湾肌肉 就分两种 就你们吃嘛 美国肌肉口感很不好 有一半的人吃不出来 有一半的人 这董事基金会 找很多人来实验 各位朋友 那你都吃不出来 一半以上的人吃不出来 那猪肉跟你一样 为什么 因为猪肉 在食品里面 使用量比鸡肉大太多了 对不对 滷肉饭 控肉饭 香肠 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而且还有多少内脏 你怎么可能知道 因为那都很多是靠酱料的嘛 所以很多人 现在政府 很多东西 现在开始在骗你 因为瞒不住了嘛 那瞒不住 他很多东西 陈时中 他被认为说 他民调最高嘛 所以 他在黄毅里面 哇声望之高 哇 台湾第一男神 现在还去 还去拍那个 周刊 时尚周刊的封面 哇 不得了 那现在 现在又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美猪又进来 两头烧你知道吗 可是美猪他完全没办法去像黄毅讲的 这样头头是道 因为美猪就是有莱克多巴胺嘛 老百姓就是只问你 我们为什么要吃有莱克多巴胺 我们不反对吃美国牛肉 他即使 美国猪肉 即使他比较难吃没关系 难吃没关系 但是要安全嘛 安全最重要嘛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没办法要求美国卖 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给我们呢 你为什么美国 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卖 有莱克多巴胺的人强迫别人吃 这是最简单的问题啊 我愿意吃美国安全的猪肉 即使他比较难吃 这完全没办法解释啊 你跟美国谈判 我们欢迎美国进来 请你美国告诉你们的猪龙 请他们不要用莱克多巴胺 我们会大量采用嘛 因为你们比较便宜嘛 美国猪肉一公斤七十八块啊 你把它除以二 我们公斤 因为我们都算台金啊 台金是六百 那我们金门还有一个金 你知道中华民国有三种金 一个公斤 一个台金 一个金门金 你知道我们是五百 五字五百 所以一公斤在我们 在我们那边是两斤 在我们金门那边是两斤 但是当然 大家各地有各自的算法 没关系 你最后在国际上还是叫一公斤 那美国一公斤七十八块 台湾呢大概一百二一百三 台湾的猪肉一公斤 你把它拆半也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接下来喔 这个市场会怎么样 这市场乱掉了 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发现 各位 现在市边上什么东西涨最贵 蒜头啊 我一个朋友很担心啊 那 因为 因为蒜头在国人的采用 非常高 蒜头是被认为是一个很保健 那 蒜头现在一斤多少你知道吗 现在最贵的 我问到最贵的三百二 我朋友今天传给我两百八 蒜头一斤这样 你可以想象 蒜头怎么贵成这样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是不是有人风台 其实我们蒜头很多是进口的 那进口这个国家 那 像 最近 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 就是 他要 出来的时候 被检疫出 有问题 所以 几个国家 就变成进不来 比如说埃及跟西班牙 他就进不来 因为他检疫没有够嘛 没有够就整批先不给你够 那变成国内的量就少 蒜头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那么贵 因为进口就进不来啊 那过去进口跟国内 大家就可以把价格放低啊 别人也有嘛 别人卖比你便宜 你不能比它贵太多 你即使标榜是台湾了 因为我们喜欢标榜台湾是最好 其实台湾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们本土嘛 我们这个跟政治已经花上等待 那我们埃及西班牙这些都进不来 你怎么办 因为他有检疫没够关 我们就全部不给他够 那国外的少 我们国内就轰台了 所以我们现在检多少 现在检两成五 光这些地方 那各位朋友 全世界很多食品 它本来就是互相啦 那我们互相没关系 我们只要安钱啦 我们只要安钱 安钱进来的 你可以告诉我说这东西进口了 对不对 我这东西进口 你不拿耶 日本拿的比较贵 没关系 但日本东西不是好的 请问日本何时你要不要吃 你不要吃嘛 我们公投就可以看到你不要吃 那日本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 对不对 所以安全是唯一的道路 奉献政府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小董真心话 其实有时候你看 我有非常多的朋友 很多朋友就讲 我听你骂 骂得很爽 比如说我们昨天有一个群体 他听到我在骂 他觉得这个讲得太过瘾 他马上就把它PO上去 大家分享 那这个群体 里面大概三百多个人 大家都拼命按赞 怎么样 这个就是分享 一个分享的概念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台湾现在社会非常普遍 但我们这个群体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就只有我们自己在看嘛 我们觉得这个也不错 我又参加了另外一个群体 这群体环环相够 那总共我参加了这个 这些群体 我们这群组 就有多少个呢 譬如说像我 我可能有十几个 有的是过去的记者团 有的是过去的同学 对不对 那有的是 自同道合的 可能譬如说一起去干嘛的 一个社团 或者一个饮茶的 或怎么样 对不对 譬如这样啊 各位朋友 现在在台湾这种分众的方式 变成 很多人分享自己的 那我觉得这东西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一个概念 我们好的东西跟好的朋友分享 但好的东西不是每个好朋友都喜欢啊 譬如说蔡英文喜欢吃美国猪肉 韩乃克多巴胺他不吃 我也不吃啊 我跟他是一样的 陈时中说要吃啊 陈时中 我标题都想好了 对不对 陈时中过去说 如果这样的话 他2017年上任的时候 如果这样的话 我要丢掉乌纱帽 那现在标题应该叫什么 叫为了乌纱帽 厌吃瘦肉精 陈时中现在不是变成这样吗 时中 对不对 为了乌纱帽 厌吃瘦肉精 昨天记者将他 你都接受别人访问 你说你要吃啊 他说我吃是不得已的啦 你以为我爱吃啊 我有三高耶 对啊 陈时中当然很高啊 他的身材很高啊 对不对 他的民调也很高啊 那他呢 他的 哦 声望当然更高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的三高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 一定有一份民调啊 做台北市长 民进党如果推出陈时中 国民党推出蒋万安 谁赢 蒋万安赢耶 赢陈时中 陈时中过去民调不是百分之八十几嘛 声望最高耶 为什么现在变这样 我告诉你 因为久了 大家也看穿你的手脚了 你不是什么都能用耶 陈时中说大家不要人挤人 他去墾丁穿着花衣服 他有没有戴口罩 没有对不对 穿假脚头对不对 那时候可没有人敢质疑他啊 每个夜市每个县市 大家都希望他赶快来 因为他民调最高 阿中走到哪里 大家抢着药啊 不是吗 那大家抢着药 你来帮我们代言 你最好来哪里 现在呢 现在民调怎么变这样 里面一个很大的关键 我告诉你 就是瘦肉精的猪肉 因为他在那边讲半天 没有人相信 陈时中 民进党要利用陈时中的高民调 来替他们讲话 那其他人那些不敢讲啊 对不对 蔡英文公布瘦肉精 以后他有继续在讲瘦肉精吗 不敢讲啊 可是他出来骂大陆口罩 骂好几次 媒体问他 他公开骂 他在脸书也骂 那他没有在讲瘦肉精 他把瘦肉精 这个会被民众骂到底的 把他丢给陈时中啊 对不对 我为什么每天骂他垃圾总统 这就是垃圾 那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口罩 混用到台湾的口罩 这个业者叫林明俊 公司叫嘉丽 大家都很生气 因为我们现在 台湾社会已经塑造 痛恨中共 中国我们已经很生气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这个转移 陪着老百姓一起骂中国大陆的 浪口罩 每个人有志一同啊 苏贞昌也跳出来 蔡英文也跳出来 一骂再骂 每个人再三的接受访问 那你们应该出来讲 你们应该再三接受访问来讲瘦肉精啊 为什么不敢 因为这是不讨好的 不讨好的丢给陈时中啊 那陈时中呢 陈时中只好一再收访啊 他每次收访都被我抓包 每次弄错了 也被我讲啊 对不对 各位朋友 我上个礼拜 一如骂 骂他 连台湾猪都可以吃 来个豆瓣 你们搞错啊 他们现在修正了 我讲的东西是真的 各位朋友 我不讲假的 我不像那些垃圾媒体 告诉你 三峡大坝要垮了 现在都已经 现在都已经到九月了 他们从七月初讲到现在 不敢讲了 因为三峡大坝没有垮了 他们从六月一直讲 金正恩已经死了 出来那金正恩是替身啊 结果 金正恩最近还到处 在行事 还在做一些 一些指示 大家有看到啊 那些媒体没有人追究啊 那些垃圾名嘴 继续当垃圾 继续有一些垃圾观众啊 各位你可以看到 台湾社会是 是怎么样的社会 我是小总讲真话 我讲的东西是真的 千锤百炼嘛 对不对 那些垃圾 两三个而已 就暴露 原来他们讲假话 可是台湾社会 不深究 不深究 所以我今天开一个新闻 感到最好笑了 说赵绍康要跟王定宇打赌 我听了他的大笑 王定宇是什么咖啊 在我们的签子 他是什么咖啊 你去跟这样的人去打赌 各位你们是很好笑吗 这种人 他那时候把张明清推倒 在台南孔庙的时候 还说张明清是自己被绊倒的 结果他的 江湖大哥很生气 把他找来 当着钱钩那边 打他 然后跟中共道歉 王定宇一个屁都不敢放 各位可以把他带子掉出来啊 他每天讲自己都神勇都了不起 哇中国大陆如果跟我们打 我们几分钟就可以把他怎么样 各位他是什么咖嘛 跟这种咖在打赌 我是不要的啦 我老实讲 我是不要的 我们要 有些东西是要对等的 对不对 东协要跟吸毒 才可以在华山论见 东协可以跟一个小矛头吗 不可能嘛 因为不对称嘛 各位你要讲 有些东西是对称的 我们是对称的 我们是对称的 大家对称才 才可以 那东西是不对称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在媒体界 很多人就觉得 诶我串起了 我现在最有名 我讲什么都是对 譬如说管长就觉得什么都是对 这真好笑 我昨天在节目上剪辑了 管长受了枪伤 那些人进了医院都不戴口罩 我都点名了 有没有华 有没有下文 没有下文 自己人什么都没看到 对不对 王定有戴口罩吗 他在医院有戴口罩吗 没有啊 有照片为证啊 陈伯伟有戴口罩吗 没有啊 高嘉义也没戴啊 各位我讲 我们讲东西 所以铁镇如山你上网都找得到 他们都跟管长 笑咪咪在那边合照 那是医院 陈时中规定在医院要戴口罩 你没戴就要划 上捷印不戴口罩划一万五啊 台北市政府宣布啊 捷印还不是八大场所里面最重要的 里面最重要的是医院耶 排第一名耶 各位我讲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 他们为什么现在东倒西歪 陈时中常说谎 前沿搭不上后尾是一回事啊 现在碰到自己人 他也没办法去收拾啊 陈时中现在想说 哎呀你们地方跟中央不能不一样啊 苏貞昌也出来讲 中央跟地方不一样 不就是民进党过去时候干的吗 各位朋友上个网吧 2012年3月12号 那天是直数节 对啊 民进党执政有六个县市 陈吉在高雄 曹启雄是屏东 对不对 云林李俊勇 嘉一县 嘉一县张花冠 嘉一市徒醒哲 还有呢 宜蘭 我不用看任何资料 各位朋友 宜蘭林冲贤 六个县市 其他五个县市通通跑到高雄 跟陈吉匯合 3月12号 2012年 马航九才刚当起来 还没就职哦 才打派蔡英文 赢了80万票 还没就职哦 民进党就出来 我们还美牛 还美猪 有solo金 有萊克多半 我们这六个县市合起来 我们绝对不准 绝对零检出 各位可以去看 我不用看任何资料 我告诉你 因为3月12太好记了 民进党中央 全力相挺 还派出谁 派出 因为他是在野党嘛 在野党最大的 在野党最大不是主席 其实立法院的党编 柯建民还跑去高雄 跟人家在那边唱歌 有照片 我相信绝对有照片 因为我们台媒体 主要还是立营为主 所以一定很多人派出 陈吉大杰大 民进党立抗马航九 别以为马航九 你刚当选你都了不起 我们对抗你 各位朋友请上网 他们一选输 就开始对抗马航九 对抗到什么时候 马航九520要再上任 对不对 他们519还在包围总统府 还在包围总统府 包围总统府什么 他们在骂 马航九你 你连任了 你准备进口美国的 美猪跟美牛 我们来跟你抗议 519还在包围总统府 你知道吗 520要就职了 结果那天台南淹大水 因为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 我就骂赖清德 你台南淹大水 你还在台北来抗议 赖清德那时候声望很高啊 我跟你讲 那些声望很高的 在我眼中一文都不值 因为那是媒体堆砌的 我非常清楚 赖清德被我骂一骂 就回去了 回去赖清德就公布 说地方淹水主要是山野兮 三个老爷爷 叫山野兮 这山野兮应该中央负责 我们淹水由中央负责 奇怪了呢 如果淹水中央负责 那你们为什么每天在骂韩国瑜呢 这民进党 民进党 为什么我每天骂他是个不要脸的 下山烂党 他们在地方如果出了问题 就中央刚好是国民党执政 就天天骂中央啊 陈吉高雄淹水说 他告诉所有的媒体 你们不晓得 淹水八成以上是中央的责任 各位都可以上网去找这个影片 都是中央责任 那韩国一上任的时候 李四川他们大力去诊治 那个污泥那么多 对不对 那有没有淹水 有些地方淹 可是淹水是看淹久或不久啊 淹了十五分钟就退了 表示他治水很成功啊 因为他这个排水道的含量 就你的水如果一下下来多少 我可以排除啊 如果超过我这排水道的容器量 那我们 他必须要等一下啊 所以他是很成功的 韩国瑜天天被骂 啊这些人天天没事啊 真好笑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今天是酒吧21周年 我们电台21周年 那当然小董每天在这边 其实我每天要看非常多的新闻 那港湖新闻其实最主要就是报纸 就是报纸 因为报纸的报道会比较真实 比较认真 那电视台 或者其他的网路 他们 多数都是抄报纸啊 因为 我们一看就知道他的新闻来源 可是新闻来源 他 台湾报纸你知道 最主要这四家 有两家是独 独的报纸 一个港独一个台独 他们是核在一块 所以你看到的新闻 很多东西啊 他就很偏颇 所以我今天新闻一开始 我就告诉你 现在全世界做疫苗的 进入第三阶段的有八家 有四家是中国大陆 你在媒体你绝对看不到 那中国大陆有没有强 是 他是很强啊 他本来就很强啊 可是他台湾媒体 他只能丑化他 丑化他 他有他的市场 可是那东西是不完备的 或者是假的 那他会去强调他的一些 互变的新闻 所以很多东西就被夸大 夸大到最后就不是真实的 我讲真新闻 我并不是说 我对中共就要比他好 比他好 没有 和那些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讲真的嘛 我 说真话就是要讲这样 你好或不好 一起来讲 那今天 你看到台湾 我们现在最危险的是一个怎么样 大家对于疫情的松懈 就你会松懈 因为崩太久了 八个多位你会松懈 所以下来你就会松懈 如果馆长被开枪是半年前 然后大家去看他 你说那些政治人物敢不戴口罩吗 不会 他现在也松懈了 他现在没怎么样 我平常在地方就这样啊 对不对 那唯一 唯二戴口罩就是柯文哲 还有侯友怡 因为他们有警戒嘛 他们公众 他们有警戒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 防疫最怕的破口 就是大家的松懈啊 那我们 有些 你松懈 或者你非常严谨都没有用 为什么 戴口罩 政府不管怎么规定 我就是要戴 政府那时候叫我们不要戴 我也是要戴 所以我们防疫做得很好 可是猪肉呢 猪肉只会 其实你没有外食 你没有外食 你不可能啊 你即使在家里吃 你都会吃到 含乃克多巴胺 这是事实啊 因为猪肉它有很多加工品啊 对不对 陳时中今天被呛喔 所以人家昨天晚上11点公告 我们猪油 只有整罐的才要标示 是乃克多巴胺的 还是本土的 那 可是猪油分散了 它到很多地方 譬如说 我们很多朋友 你吃过 八百万 八百万 我告诉你 要用猪油好吃啊 你吃很多利豆 红豆 包了馅 那是要拌猪油才好吃 你知道吗 你拌其他的就不好吃啊 我不骗你啊 猪油 我们吃的习惯 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啊 那它有的 无形的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会吃得到 那这样的概念 你再多小心都没有用 你要我防患新冠病毒 我非常小心 我有用 因为我只要到任何地方戴口罩 我只要有地方可以洗手了 我就洗手 我做到这两点的话 我敢讲你百分之 99.9999 你绝对不会被感染 不管外面多么恐怖 可是猪肉你没办法啊 你要吃三餐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你没办法 你就 你就 无形中就会吃到了 政府给你多少保证 说什么标示什么都没有用 标示有用吗 我们口罩国家队只有52家 有一家叫 加利 Carry 就是 这一次被抓到 52家你都抓不到一家了 这一家你都抓不到了 是一个钥匙抓到 不是你抓到 这个钥匙去跟国民党剪辑 国民党 依照林立华立委 他那天开机者会 他说来跟我们国民党剪辑 我们也很紧张 我们就问了卫福部 卫福部说没有这回事 结果 到了下午 赶快改口说 有有有有 这回事 你们都没有检验出来啊 是一个小钥匙检验出来 可是这个钥匙喔 媒体采访他 他只拜托一件事情 你们要我讲可以 绝对不要公布我名字 他是一个女孩子啊 住在山重 绝对不要公布我名字 为什么 因为他怕 他怕其他的药局 人家给他压力啊 你怎么去剪辑 我们本来好好的都怪你都是 我们国家队 或者我们卖口罩的这些人 我们本来好好的 我们是进口大陆的比较便宜来卖啊 但便宜他品质不一定比较差喔 我们进口大陆的来卖 你今天把我拆穿了 大陆就被把关了 所有大陆不管医疗的 非医疗的 工业用的 所有东西就被把关 就不能卖了 我们原来的利润都没有 我们原来赚钱的行业都被你一个小钥匙 给搞坏了 现在的情状是这样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政府要带头 抗中 所以中国大陆东西通通不准 他在骗你你知道吗 因为这些国家队他有供应 供应这些口罩 我们政府把一部分拿去给国外 然后说 台湾Can Help 我跟你讲 台湾Can Help 里面很多大陆的口罩 对不对 你来比较一下一定是这样嘛 所以你现在交他公告说 诶 国家队还有没有 他前两天 陈时中讲有两家 后来又讲一家 然后现在讲说 诶没有我们还在查证 你那时候都知道有了 而且还有两家 怎么会查不出来 现在所有的电脑 你要查流向太容易了 除非你的 你的记录是假的 哪一家进来多少 譬如说家力 他每天要交19万 你就有一个家力的档 对不对进来 然后 家力 我们给哪几家药局 多少 你有个流向怎么会没有 这是电脑的档啊 而且这档也不用很大啊 52家没多少啊 你只要 这样打出来很容易啊 然后第二个呢 你还有一个主要档 哪一些业者 从大陆进口 大陆口罩 因为这个是要跟卫福部申请的 口罩是 医疗用品啊 医疗用品 依照规定要跟卫福部申请 有这个申请书 你才可以跟大陆进口 你知道吗 所以你手上本来就有这些东西 那有这些东西 他从事情到现在已经四五天了 他查不出来吗 我不 我不觉得 因为 他现在是要隐藏某一部分 对他不利的 然后要增加大家仇中的筹码 那政府陪着大家一起来骂中国大陆 的浪口罩 坏口罩 然后大家就疏解了 但其实最该谴责就是政府啊 因为包括加力 这五十二家的口罩都被你拿走 并不是加力 加力自己拿到市场去卖 并不是加力自己拿去 给钥匙说 老板我帮你们送货来了 对不对 我是呼旁打或什么那种方式 不是耶 我们这些残好以后 全部被政府拿走 我们完全没办法经手 那我们从大陆进来的 我们参赞我们做好了里面 政府也就拿走了 就这样啊 那拿走 你也没发现啊 谁发现 就是那个女钥匙 三重的小女钥匙发现啊 啊 你政府没有发现 你在敲锣打鼓 当大家赞美陈时中 你们就 心难接受 哎呀我们太了不起了 啊现在出包 出包说都是加力 都是中共 大陆来的后不好 哎 我们现在是在玩这一套啊 各位朋友 有没有看清楚这些人的嘴脸 对不对 就好像这两天教育部说 哎呀你看英国泰晤士 泰晤士把我评鉴 台大现在进入97名耶 我们进入百大不得了耶 啊进入百大是谁的功劳 啊七年为什么没有进入 啊七年跟金年有什么差别 我告诉你啊校长不一样啊 你们每天修理管中名 修理他 那他进去 他进去一年多了 台大变97名啊 他有没有功劳 有功劳喔 我不敢说都是他的 可是 台大这两年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校长换人啊 那 那得了97 教育部就出来 哎呀你看我们的成果就看到了 你们那时候是怎么 你忘了 有好的东西就赶快来收割 那修理人家的时候 不离一地 把管中名卡那么多久 卡一言多 不给他上任 不是吗 然后议算什么 每天扣客的要命 各位你今天看到民进党政府 为什么是个垃圾政府 好事情就所有东西就包揽 因为他有大的媒体 他们媒体百分之90 停他 网络百分之95 那他的不要脸就是 但是有什么东西我就收割啊 他永远是镰刀派啊 对不对 国民党是锄头派啊 今天舔你锄头去 开墾了 到要收割的时候民进党就出现 拿着镰刀去收割啊 然后他每天就 就敲锣打鼓 我们多厉害 我们国家队 口罩国家队 疫苗国家队 对不对 快塞国家队 通通一事无成啊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你这疫苗 很落后啊 你那时候蔡英文来去 我们国家队 都了不起 我到中研宴 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啊 现在通通没有 你知道吗 他今天饭鸡鬼 要被拆穿了 然后现在惊慌失措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今天谢谢收听